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朱元里里长和居民举着布条聚集在行政院前抗议 临近的建国啤酒厂原本规划要转型成啤酒文化园区 包含公园绿地广场 如今却传出中央将全区的三分之一约1.76公顷土地 规划为台北科技大学校地使用让居民不能接受 我们也是说想了一个应该是适应的办法 其实建国啤酒厂这块土地有两个土地持分所有权能 第一个就是国产署财政部 第二个就是建国啤酒厂他们的台酒公司 两边一边占85%一边占15% 那财政部当15%的这个部分 可以从他们的新建企业总部的楼地板面积 15%给他们去先去充做他们的校地校色使用 我想应该这是第一步 万一公要订升到几百名以内的时候 那么再说 但是基本上他这样的变更的话 第一个没有侵害到本案的计划 的细部计划 那直接给他的时候 那北科大这边也是有校地双赢 然后我们今天来的诉求 重要的 就是说请那个1044号把他撤尾 因为他因为是他的策案 才有1044次的这个都市審查委员会的这个审议 再讨论他的本案 再给他拿回去 然后再请台酒公司这边 向台北市政府申为这个策案 然后把所有的案子违规原本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客观的协议 那台北市政府今天所要求的 他的维护股基 就算没有增额容积的部分 他还是要编略预算来做维修 令委王宏伟也到场申员 表示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介入主导后 取消原本规划的公园广场 转为北科大使用 剩下的3.44公顷由台九新建企业总部 过程忽视地方民意 且台九将园区古基保存区分割出去 恐让古基沦为孤额 他这是原来的都更岸 这个都更岸呢 这边有公园和广场 这边呢是有这个开放空间 这一整块是开放空间 给附近的居民跟市民来共享的 好 还有我刚才讲的 啤酒产业文化保存区 这边是一个古基区 在原来的都更岸里面 是由台九公司 他们继续的来负责来营运 那当然也会由台北市文化级进入 那么这个部分 必须要受到好好的保存跟保护 被改变之后 这一块不见了 整个消失不见了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说明 他未来 未来他说要分给北科大 北科大说他们要有校舍的需求 然后 可是事实上 现在台九公司呢 他们就分割给北科大 是什么呢 把前面这个校舍 这边因为快空地的校舍 北科大一定会拿来使用 来盖他们的校舍的大楼 可是问题是 他们又分割出来 这一块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报告的 就是这个骨骑保存区 这个骨骑保存区 我跟大家打一百个包票 北科大不会拿来用 因为它是一个骨骑区 北科大不会拿来使用 那我想请问一下 台九把它分割出去了 未来北科大也不可能拿来使用 北科大它为什么会去帮台九来保存你的骨骑呢 所以未来这一块请问一下 要给谁用 给谁来维修 骨骑的维修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花钱的 就要台九把骨骑视为赔钱货 把它分割出去 但是未来这个骨骑会不会成为骨骑孤儿 行政院根本没有给我们答案 在文灿你躲在行政院里面 顶着一个完全民实不服的 什么当什么杰出荣誉校友 你有什么能力 你有什么资格再当荣誉杰出校友 不过就是利用你的一个职位 来帮北科大来争取一个校舍 但是你牺牲的是 牺牲的是我们市民的权利 你牺牲的是这个骨骑应该要维修 应该要保存应该要活化的权利 所以我们要求行政院 请你跟我们市民召开说明会 听听我们市民的意见 现场行政院派代表接下陈情书 行政院交通环境资源处副处长黄志远表示 相关规划尚未定案还要走程序 进行土地变更工展 会将大家的意见带回行政院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艺人沈士鹏李欣代言保肝活动 本想以前看到导播肝硬化 严重到最后因此离开人世 深知保肝的重要性 呼吁民众一定要做筛检 像我们平常啊 我们大家常会说 我的胃痛我的肠痛 我哪里痛我肚子痛 但你从来没有听过 我的肝痛 没有 对不对 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 肝是沉默的器官嘛 但你发现到肝有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就大掉了 回不了头了 是 对啊 就像我们最近 我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伙伴啊 然后就是 对 就比如之前有一个导播 我们刚合作 蛮开心的 刚杀完亲之后没多久 他人就走了 后来就离开了 对 我今天肝病肝癌鱼 然后这个导播上半年还在拍我的戏 拍到五月下情 结果没过几个月 人就这样没了 我们真的很震撼 也很沉洁心痛 那你们在合作的过程 他们有一些什么迹象啊 完全没有 没有 每天跟我们谈笑风生的 看起来就很健康的一个人 还有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 认识一个大姐 她是卖茶叶的 对 然后前一两天就跟她泡茶 隔两天 她朋友跟我说她走了 我说她 为什么 她说猛爆性肝炎 这么刹那间喔 对 非常突然 猛爆性肝炎 这样子突然两三天就走了 那很严重喔 是喔 对 那时候后来我跟我老婆才意识到 甘是我们最常被我们忽略的 一个器官 对 对我们平常会注意 自己为 被照顾自己的胃 照顾自己的哪里 没有想到要照顾自己的甘 哇 对所以今天呢 非常忠心 对 甘就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来 担任我们的公益大使 对 然后认识大家也是我们的福气 让我们了解到 甘对我们的人来说有多重要 国际福伦全球奖竹金 及台北正爱福伦社 筹目爱心善款 响应肝病防治 学术基金会 推动的肝癌 及富超筛检活动 在士林区台北国际双语学校 为士林区 30岁以上的民众 做免费的肝病抽血 癌症指数检查 这样子的讯息啊 就想说还是要做一下检查这样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自己身体要照顾好自己啊 那有一些肝病啊 像癌症啊 这个部分 这个都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些 筛检检查这样子 因为他没有限制一定是长辈 他好像是30岁以上就可以 我觉得这个的构想是很好的 因为他等于把年龄层下降 那其实是可以让年轻人可以提早预防 对 后面会转换成肝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肝病是台湾人的 十大使因之的病嘛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来响应一下 就这样 其实我在每每每在这些做好事的场合 帮助我们台北市市民朋友的场合 我就常常看到我们杨总监的身影 那还有很多很多福人社的朋友们 大概是我们台北市 常常有很多有益我们市民活动的一个赞助者跟支持者 我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V肝跟C肝在20多年前我在当区别医师的时候 跟现在其实已经很不一样 在不管是在学术领域的发展 或者是更重要的事情 学术领域的发展 它看的是后段的治疗跟残障的限制 就是我们讲的预防医学的第二第三段 那到了这个科技的进步 这一段对于病人的存活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但更重要的我们都知道 投注资源在前面 包括说预防的角度 那就像今天这样子的活动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甚至于透过这个活动 可以提到很多相关的肝病的知识 那间接的就提升了市民的 一个所谓的健康事 那不管在各种生活的各面向的注意上面 大家都会注意到自己肝的健康 那再加上这个所谓的 这个肝病学务基金会等等 还有在福人社的一起协助之下 办了相当相当多这样类似的活动 其实家会市民朋友很多 今天的活动真的很感谢他 我看到许批永远都是默默的在付出 我一定要很感恩的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在2030年 能够根除西肝 那因为台湾很幸福 有福人社友跟好心肝的支持 我们提早在2025年就会根除西肝 这是非常大家共同的荣耀 在此我还要先谢谢我们的 在场的很多福人社的社友 让我们干机会呢 在许批还有黄老师的带领之下 能够在全省各地还有离岛 做这个免费的肝病肝癌筛检活动 那大家都知道这肝病真的是没有声音 所以我们免费做筛检是希望发现万力 如果我们不幸是有V肝或C肝 不用害怕 应该要积极就医 现在有很多很好治疗的方式 所以呢不要因疫废食 一定要勇于就医 我们的肝病一定是可以把它根治 所以大家我们希望 大家勇于出来做筛检 然后积极就医 甚至及早治疗 肝机会提醒 B型肝炎代言者 至少每半年接受一次 腹部超音波检查 也建议一年满40岁民众 每年都应该做检查 藉由保肝筛检活动 及早引导患者到医院定期追踪 抢在肝癌来临前建立防护网 今年超了没 好心好干好健康 爱分享分享爱 为世界创造希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维安特勤对强力攻坚 压制架设 假投资网站的无信工程师 刑事局8月破获一起 黑帮经营假投资 诈欺激防案时 循现溯源掌握有广告商 激防系统商 及架设网站工程师涉入 因此组成专案小组追查 并透过台美跨过合作 顺利逮捕局提5名嫌犯道案 从广告面还有系统面 去彻底的去溯源 我们在有军单位的合作之下 他也在新北地先署的指挥 侦办之下 经过数个月的侦办 那很顺利在今年的2月跟12月 有进行了两波的行动 那顺利地逮捕了系统 广告商系统商还有工程师等5名犯险 其中广告公司任职的料性嫌犯 受诈骗集团委托 以企业账号投放 让这些假投资假真彩广告 能快速通过脸书的审查 并增加触及率以骗取更多被害人点阅 他使用公司的企业账号 在脸书投放广告 那这个企业账号 因为他们本身公司就是做广告的 所以他跟脸书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可以加速通过脸书的一个反诈骗的审查 然后一次投放大量的金额 我们一般人可能一次投放金额可能300元 但是企业的账号 他投放的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 那大幅的去增加了这个广告的受众 那使不特定的多数被害 不特定的多数民众受电 机房系统商鸿信嫌犯 则与架设网站的无信工程师合作 由鸿信嫌犯开发诈骗话术 交由无信嫌犯架设假投资网站平台 再向诈骗集团机房兜售 以每个月数十万元为代价出租 到目前为止 已经注册了300多万笔假投资假网拍网站 提供多个诈骗机房使用 那他们的金额是每一个机房 每一个网页 他每个月月注费就是二十万元 那他会交给这个红险 然后再有红险去跟这个无信的工程师 去做瓜分无法所得的这个动作 那只要说这个 那这个无险他还要另外还要负责 就是维护网页的部分 那因为如果民众去报案 那165封锁之后 他会立刻改网字 立刻改网字 使这个网址持续的去做诈骗的动作 扶名嫌犯已经依刑法 加重诈骑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复序 其中机房系统商 红信嫌犯及无信工程师两人 裁定羁押禁件 刑事局表示将从源头 彻底斩断诈骗集团工具链 不容许各种诈骑犯罪 危害社会治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从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主委陈耀祥手中 接下奖状 中家宽平 双子星 庆联 吉隆 港督 及常德有线电视 在NCC 112年度 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 制作推广地方文化内容节目 平和机优表扬会 荣获五项奖项 其中双子星有线电视 南岛印记节目获得特优 青年有线电视 我可也行节目 吉隆有线电视 基隆卫节目 港督有线电视 听我说故事节目 常德有线电视 真人图书馆节目 获得优等 成绩相当亮眼 中家集团 这一次在NCC举办的 地方文化补助案里头 我们一共获得了五个奖项 包含特优 这也显示中家集团 我们在全省各地的 系统台在地方的深耕 以及回馈箱里的部分 多所琢磨 感谢NCC这次举办 文化节目补助的计划 那双子星有线电视 也非常的荣幸 这次能够拿到特优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 会拿到特优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题材 跟在地做非常大的一个联系 因为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次刚好是 今年是我们这个台江建庄200年 那建庄200年其实在我们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 那双子星这次选定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那我想这个也让评者有感受到我们双子星 以及可能我们所有的业者 在地方经营 跟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一股在地的力量 这一次在基隆的基隆位 还有我们台北的政院图书馆 获得了NCC高度的肯定 那我没感谢NCC之外呢 我想我们长期经营地方的节目生态 还有对地方的关怀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持续做下去 也希望所有乡亲持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谢谢 其实这一次透过做这两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其实也跟地方的文化工作者 跟文史团体有了更深一度的交流 那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 把高雄在地属于高雄的历史跟文化 透过节目 透过我们去把它带出来跟观众分享 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因为我们也把这个城市的记忆 不管它是技术或艺术 或者是城市的记忆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留下来 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那也谢谢NCC的肯定 今年共有19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参与评选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表示 有线电视系统在地方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透过评选及表扬 鼓励有线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持续创作 提升制作水准 推广地方文化 丰富有线电视地方节目 那各位都知道 有线电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 而且跟地方联解 非常的密切 那在于地方文化的推广跟保证 这一块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文化部呢 虽然也是负责整个全国的文化 文化部它所重的作品 是在给你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这个部分 那地方性的这个部分来讲 反而向来长省来被重视的程度比较没那么够 所以我们在委员 而且我们指挥专务委员的努力之下 希望透过有线基金的这种补助呢 可以在这个部分多加努力 所以因为我们有线电视基金呢 基本上都是补助比较是硬体的方面 这几年呢 我们的这个政策可以看得出来 趋势的改变 留在软体 也就是在内容这部分呢 希望各位多多的加强 那当然今天各位在场呢 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这一群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那明年呢 我们的那个报名是不是有23家嘛 明年有23家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那在此特别代表NCC呢 跟各位至上歇议 也期许大家继续努力 中加宽评有线电视系统 长期以来秉持在地服务精神 深耕地方 这次获得NCC表扬 除了感谢NCC主委委员与评审们的肯定 也将持续制播在地化 优质节目发挥有线电视系统台的功能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透过玩桌游民众化身媒体业老板 如何经营产业与管理媒体成为当前问题 中加宽评和台师大攜手举办的桌游竞赛 期盼透过游戏让民众从而了解媒体素杨 这个桌游是可以透过扮演媒体的角色 那去让民众去思考说 其实我在看一则媒体的时候 其实媒体可能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操作 为了提升他们的收视率 提升他们的点阅率等等 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中 民众可能在接收讯息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我看了这一则讯息 它有可能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记者这样报它 媒体这样子去操作它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提升说 你收到一则讯息 不要只是盲目的接收 可以多去思考一下这样子 活动现场让玩家带上VR 成为查核记者 在虚拟世界中探索图片的蛛丝马迹 还有专题演讲 探讨人工智慧对社会影响 此外中佳也和台师大举办多场媒体素养讲座 研习工作坊 落实媒体素养教育 在整个台湾现在的媒体 真的是越来越多元 然后也因为它的多元 所以造就我们这些相关的 一些媒体的 我想当然大家都有听过假讯息 假新闻 或说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试图 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所以台师大大传所 这边其实非常非常注重这样子的一个 媒体素养的教育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 甚至在今年 其实我们就办了相关的一些影片的制作的工作坊 另外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桌游 还有一些相关的媒体素养的一些活动 然后我觉得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努力 让我们很多的成员 甚至是这些相关的一个影片的制作 我们也在一些现在的公用频道上面 甚至是我们的一个影片的相关的播放平台上面播出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 那目前因为公用频道的市民都市民 在南北各办了两场的工作坊 那总共产出了五十几部的影片 这大概就是今年整个的 那参与的总共大概有五千个人次 我们希望明年继续努力 那今年比较一个 另外一个看人突然少了 就是因为所有的 去桌游三十几位朋友现在在那边比桌游 所以我们希望 最后是我们过去两年的一个计划成果 但是今年又很多人说 很多人说要开始玩狼人沙啦 剧本沙啦 如果现在年轻人可能知道 我们今天努力看看 那助理希望说开始跟AR VR做结合 能发展一些虚拟实境的一些游戏 那我想从游戏中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主题 现在在这边显示 我们就是说玩桌游学术呀 那比较特别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桌游 大概线上现在已经超过五十次了 我们甚至有来自印尼 马来西亚 香港的学校的申请 那我们助理会会还利用他回家休假的时候 到大马去教学校的老师怎么玩作用 那我们也很高兴有很多大学的一些伙伴 来自我们的新闻系或相关的一些科系 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师大出发 用产业的支持 我们到各个大学的资源也结合 让我们培养一些大学生 他们能够担任我们的队伍 但在队伍的过程里面 他就知道我们的理念 然后共同来推动一些我们素养媒体 像我们媒体素养相关的一些教育活动 那就像刚才那个我们陈教提到一件事情 现在孩子们的学习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以前的学习呢就是老师讲 我们就很容易用文字 或者是很简单的图表去理解 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学习比较识别化 所以所有的这样的导入其实是 让我们孩子多一点的 不同的一些媒体 我们讲的临不同的管道 让他们去理解 媒体其实它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 包括未来可能我们有元宇宙 这样的东西产生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沉浸在一个ARVR之中了 不再是说我们要戴个眼镜 也许未来我不用戴眼镜我们整个人 就用一个虚拟的身份 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面 跟别人教委 所以未来这么多的想象 我们对于所谓的媒体素养的丑心地利 也可能是我们未来的课题 所以我们希望中佳 素卫有限国师继续支持我们 那这个是做了好多年 然后也重视公民尽用 公共尽用这样的理念 然后付诸实践 那做了很多年 那只是说这两年 因为中佳集团的补助 那所以真的是做的有声有色 中佳的确从108年开始 我们把媒体素养设定为我们这个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款 那中佳集团旗下有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 其实我觉得在这 从108年到现在 112年 5年了 所以媒体素养这件事情 变得越来越难懂 还要与时俱进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非常感谢这个秉龙老师 那因为台师大师 其实每一年 我们他都会提案 而且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创新 那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那刚刚NCC委员这边 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期许 不要说交付款 其实我们是很高兴 你指引我们明灯 所以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方向走 为了鼓励媒体素养教学在各地扎根 中佳宽评109年就和台师大合作 举办超过50场相关活动 提供多元的教学课程 同时也推广公用频道媒体禁用信 唤起大众关注议题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着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青春活泼的读曲拉开精彩序幕 到江商职应用日语科学生们散发热情舞动青春 接着以流畅的日语简报成功的关键承诺与旅行 信守承诺的态度是迈向成功重要的一环 我们的主题是约束 然后所以我们的表演内容会跟约束有关 像是我们的戏剧啊我们的跳舞啊那些的 会连结 像我表演项目就是关于舞蹈的部分 传统舞还有现代舞的部分 我们日文是约束 然后翻中文的话就是手信用 然后手信用就可能很多歌词里面会 表达出那个手信用 就是会讲到手信用的那个字 以及他们想表达这个意思 我一定会去看你了 每天都能在一起 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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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注意 祝福 谢谢 雪 你带 雪 陣发重头戏 白鹤的报恩戏剧 以日本民间故事 呈现出不同时期 在承诺约定时的精彩诠释 包括全程日语发音 编创剧本 道具 学生们展现三年所学成果 我是戏剧里面的女主角 我是白鹤 对 然后白鹤就是 在故事中我是扮演着 被老爷爷救下 然后之后来去报恩的 的一个故事 对 老师这三年都教了很多 我们从一开始的萌新 现在都变成日语 有些人日语都很流利 对 像我们戏剧那些 他一次有些很多 对老师他们的指导下 所以那我们就 很快就可以背起来 这三年来刚开始 是对日文很不熟悉 但是这三年来之后 就是到了 已经过了三年了 然后就是可以让日文 讲得比较流利 学到很多日文 相关的知识以及文化 那我们本届也获得了 日本交流协会 藤田先生 他是负责交流协会 教育的官员 全程来跟我们参与 非常的肯定 我们到江商职 应用日文科各项的表现 而也肯定 我们所有的同学 在日文的流利上面 还有表达上面 都是有非常好的成果 印象坑克的 就是像我本来是说 那开场舞我们可能今年是不是要改一下 他们说老师我们真的想跳 那我说好那你们跳 然后他们展现出来真的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团结 那这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部分 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最后 有一个就是抛彩带的部分 对他们也很努力的 一直去抛出那个感觉 然后再来最大的亮点就是他们的老师 也愿意陪他们一起跳舞 有一个节目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努力 每天都是利用课余的时间 一直不断的练习 那真的还蛮出乎我意料的 表现的真的不错 对 蛮肯定的 困难点的话 当然就是因为 他是老先生跟老太太 对那小朋友这个年纪要去揣摩 老先生跟老太太的确是比较难一点的 然后加上他们可能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之类的 所以他们在互动上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自然的演出 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 对这一块是比较难的 但他们也很尽力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白鹤的部分 对那我们就尽可能去揣摩出 那白鹤他就是越来越消瘦的感觉 英日科有中日籍日文教师 完善规划课程 不仅教学活泼多元 111学年度更首创深优专才主 邀请业界首屈一指的深优老师之道 欢迎喜欢日本文化 想学习日语的学子们 加入道江商职应日科的大家庭 因为我们就是这几年 我觉得深优这个 应该是说动漫吧 因为来念日文 小朋友对动漫都非常有兴趣 然后再来就是这几年 动漫成为一个产业链 那里面有非常多 除了画画以外 可能有深优的部分需要我们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我就引进了深优的课程 那我是请了那个 角娟老师 他们的团队来帮我们上课 就是业界非常有名的老师 对然后让同学就是多一节深优的课程 那我们今年去参加 今年参加那个配音比赛 就有同学得到那个个人奖 对 毕业生在成果发表表现出色 透过多元演出展现三年来对日本戏剧 文化 语言等各方面的认识及掌握 同时环绕主题承诺 这也是师长们期许毕业生能学习到的态度与价值观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西新里里内活动场所 位于桥下寒洞空间 噪音漏水状况严重 甚至被驱公所认定危险建物 里长胡佳阳指出 国产水泥基地透过都市更新 由工业地转为特商用地 回馈了十层楼总共近七千坪给市府 市值超过一百亿 但市府竟然连一坪都没有拿来 规划设宅或任何工艺空间 连一个像样的里民活动中心都没有 七千坪全都给卫生局做新办公室 这块土地是透过都市更新 回馈给市府的 但是市府却不自己来做一个实施者 如果自己做实施者的话 就可以不用跟建商分 就像我们隔壁的小湾设宅一样 整片地整洞盖完就是纯色宅 不用分给人家 所以我们的市政府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形式的方式 来跟建商分 这个事实上是有独立之嫌的 那现在呢 把我们的市府分回了七千坪的楼地板面积 但是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地方跟各局处的沟通 就全部把七千坪送给卫生局当作全新的豪华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卫生局豪华办公室的那个示意图 那我们质疑的问题是说 卫生局现在不是没有办公室啊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跟市长同一栋的市政大楼里面 那你究竟为什么需要七千坪的楼地板面积 而且呢 一坪都不愿意退让出来做任何的公益设施 包含是设斩也好 公佑公托也好 日照或是区民活动中心的完全不愿意协商 里长表示此案在103年的公办公厅会简报中 明明写北市府分回的土地 除了供卫生局做办公室外 还有预计规划南港区健康活力园区 及中济齐教护区等医疗卫生机关设施 更清楚写到德工本府公营住宅使用 想不到如今竟将七千坪通通都给卫生局 立委高嘉瑜也表示 早在今年4月时 他就接获犀行李明成勤及李长反映此案 为此还特别召开协调会 当时与会的卫生局代表竟然是一问三不知 连一层楼的李明活动中心 一层楼的公佑公托 李明所最需要的 甚至长照 甚至我们南港健康的一个乐活的中心 都不愿意给我们的民众 大家质疑的是 这样子的一栋大楼 应该要做公益 应该要回馈给公共使用 在当初督审 在当初讨论的时候 也承诺说会来做公共发展的空间 现在是连一层楼都没有 甚至在当初的公厅会 只开过了一次 一次只有八个人来参加 这样的公厅会敷衍了事 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过程 背后是有什么样官商勾结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要从监察院 必须要来调查 这一次这个回馈的案子呢 不仅让人觉得 怎么用最低空飞过 最低标准 这个40.5%就直接让他通过 而且竟然参与合建的 照理说身为地主的 是否应该要分的比较多 可是呢 没有想到参与这个盖房子的 这个起造人竟然分配的比例 跟我们一般合建的 照理说建方要分配的比例比较少 明显不符合逻辑 确实有这个官商勾结的嫌疑 而且重点是这个案子从同到尾 公厅会居然只开一次只有八个人参加 然后就这样子通过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也在这边呼吁 就是这个市政府卫生局 不应该阿爸独享这个7000平的楼底板面积 其实卫生局目前过去的这个时间上 其实是市府经过讨论之后 给卫生局 卫生局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我们有一些 照管中心群在府外的单位 它目前是在租用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有其他单位 现在是借用其他机关在使用 所以过去的一个规划 就是这些府外的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 因应我们长期照顾10年的一个照顾计划 那还有一个强化我们心理卫生的一个 社会安全网的一个照顾计划 所以未来在118年的部分 已经评估可以预期 已经会新增增加的一些员工数 已经会达到一个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这个多重的考量之下 所以我们已经评估在这个需求上 我们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府外单位 都需要这样的空间 好那我们也盘点了一下 这个所在的基地是 这个南港高中的国中部 那虽然目前呢 是已经有这个三个 给长辈的这个日照中心 那我们也考量说 因为未来这个附近都更的案子很多 会有这个不管是住户还是上班大楼 那只要是这个就是这个上班 或是住家多的地方呢 会有这个不中长辈到日拖 或者是这个拖婴 因为目前是在这个小湾社宅 还有玉城国小 我们有小的空拖 那未来呢 因应这个会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也评估说 如果这个都更会不会有机会争取的话 我们会来规划一个拖婴跟给长辈的日照 那目前就是说 相关的需求 其实玉城这边提出之后 我们都有提到市值的资产工具 整合会议去做一个处理的 如果相关的 有关设宅的空间 或者相关里内的有空地 或者兴建的空间 我们都有提出这样的需求 就是看之后有没有处计 那边就做协调 每一个有适当的空间做的 那这个区域我们的确也挺估 有这样子的需求 那如果就是西新町这边 有机会有类似的基地开发的话 我们都会配合参加 所以他历经的这个 宝龙宾市长 还有副文哲市长一直到现在 那当初的讨论是 这个供电商的这个案子 他要回退40.5折的土地 那其中包括一些可建地 公园还有道路的用地 那可建地的这个用地 因为既然要捐赠给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土方的讨论的时候 就团点给这个卫生局来做使用 所以这个背景是在 103年到104年的那个时间点 那至于这个 因为这个案子的开发 它是由都市更新 所以这个开发的模式是 国产实业回馈可建土土地 给市政府之后呢 我们跟国产实业一起来做这个都市更新 那因为一些财务上的考量 所以呢我们就是跟这个国产实业一起来合建 然后来分成 也就是说盖这栋大楼的时候 这个所有新建大楼的这个 营建成本营造成本 还有甚至这个管销的成本 这些就是由国产实业来出这个资金 那这个资金的部分呢 我们是政府盖出来的东西 按照我们更新后的一些 分配的这个全职呢 我们拿这个房地来做底部 那至于这个如何的计算 这个成本如何计算 这个在都市更新的失业计划 跟全变换计划里面 这个核定的内容都在 那这个成本的提列 都是按照标准的提列成本来提列 那怎么样去做底部呢 这个也有估价师来估 我们盖出来新建成本的这个 这个试价 然后来做这个底部 这个是在 事业跟全力变换计划里面有展移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市府呢 没有负担这个相关的 新建成本和管销成本 那用这个楼层去底部给国产实业 里长说今年六月里长有约会议 就有向蒋湾市长陈勤 市长当时表示会来了解 但如今给的回应却一样 阿爸市府还我胜来 阿爸市府还我胜来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停在雪人鼻尖上的小鸟 还有掉牙的猩猩 充满童趣的画作 让人看见心智障碍者 丰富的想象力 第一社府基金会 大力推动艺术辅僚活动 帮助心智障碍者抒发压力 满足多元感官刺激需求 与表达感觉情绪 也期望透过画作与大众交流 小鸟在吃雪人 因为雪人 他的鼻子很长 鼻子很长 然后他鼻子是用什么做的 用红萝卜 红萝卜睡小鸟去吃红萝卜 对啊 怎么会想要画这个 因为老师教的 你觉得画画 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那为什么欣欣要掉牙 蛀牙了 所以他的牙是蛀掉的 对 那你有没有 那他注意掉牙的时候 他的表情是你自己想的哦 对 那颜色怎么 你怎么会想要涂这些颜色 老师教的 那你觉得画画好不好玩 好玩 哪里好玩 可以让我开心 第一社服执行长张金伦表示 很多心智障碍者有沟通上的困难 虽然辅去可以帮助他们 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内心世界 就可以透过美术活动进行抒发 我们基金会其实有外聘美术舞老师 那美术老师会依据各中心 我们总共有八个成人中心 都有参与这一次的画展 那我们从各中心挑出一些 很优秀的作品 来参加这一次的展览 那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也可以再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画展 让大家的画作都有机会呈现出来 我们目前有66幅的话 今天就是展示在市议会 因为心智障碍者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机体受损 所以造成他们可能在认知沟通 或者是动作协调能力上面 都没有非常的好 那美术辅聊这样的一个介入呢 其实除了认知 然后也让他们有机会 有一些动作精细动作的训练 然后同时又可以达到抒发情绪沟通 还有感官的一些辅助的疗愈的效果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很多元的辅聊方式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 所有的心智障碍者 都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 同时他们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发现自己很棒的地方 可以完成一副作品 所以其实这对他们来讲 除了让他们有情绪稳定 然后抒发情绪 然后表达沟通 都有很大的效益 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也出席支持同心宝贝的画展 并感谢第一社福在照顾心智障碍者上的专业服务 那到现在为止 他不只是在从原来的早聊 到我们现在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居住的部分 人家比较就养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他的就业 都会更是花了很大的心力 包括说在一些工作技能的训练 还有他们就业的一些相关的安排 反正自己也都有相同一批 我记得我 就工厂的部分 所以呢 事实上第一岁的继续会是做的非常多 以画对画公益画展 在台北市议会一楼文化一郎展出至12月13日 欢迎民众前来参观 感受同心宝贝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开心的上台灵感谢状 他们都是在各校服务多年的导户志工 有充满热忱的高龄长辈 还有里长多年来持续坚守导户志工的岗位 服务精神令人敬佩 我健康很多也很高兴 很快乐 每天都看着孩子 孩子很好 都豆腐妈妈早 豆腐妈妈早 每天的 我感觉很快乐 很好的 我就是看豆腐妈妈 爸爸 都很辛苦 风那么大 风那么大 也是在鼓 我就跟他说 我只愿我身体健康健康 我一定要来做志工 我已经做到十七年了 很快乐 很运福 很美满 但是我还没到阿嬷 日移日来就好了 那常乐国小在我们里内 那我当里长 做了十年的交通导户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拿着一个 红色旗跟绿色旗 来做交通指挥 为什么是红色旗跟绿色旗呢 因为我是铁路的交通号子 我就用那个最简便的方式 来指挥 那现在我们小爱爸爸 谢市长 他把整个的交通的动线 做的用绿色的那个人行道 所以整个的交通状况就好很多 那我们就退到第二线 照顾我们小朋友安全的 过这个马路 让他安全的到学校的这个阶梯上面 另外暖西国小也荣获 做导户志工交通服务队基优奖 看到每位导户志工 用心投入的精神 担任颁奖人的教育处代理处长 杨贵杰 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大家都知道市长非常重视 行人安全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其实在学童上学的路程里面 行人友善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这么多的志工导户们 来更细心的来 他们会比我们的老师们更早到这个路口 他们以妈妈的心情来维护我们 我们非常的感恩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候 他们都毫无懈怠 付出他们的爱心 跟他们的细心 来协助我们 那让人非常的感动 基隆共有300多位国中小导户志工 教育处说 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共同打造行人友善有爱的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基隆市215位师生在各项艺文竞赛中大放异彩 57位选手在试赛脱颖而出 为基隆市共夺得6项特优 超厉害 在准备过程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觉得挫折的地方 因为毕竟口说跟写作上面 都还是有一些不同 透过自己在课堂当中的学习 然后去应用自己在刷题当中的 文言文的家具 然后把它放到我的作文的内容里面 应用巧思 请假背诵 替记用事报回特优 子萱同学好厉害 另外美术比赛成绩也不遑多让 230件作品角逐全国赛 就有38件获奖 我这一次得奖的作品是水墨泪 花了大约2到3个月的时间 张图的作品名称是生存价值 我希望大家能够不要一直破坏 这个环境 音乐 舞蹈及戏剧式赛成绩也超吸睛 各领域得奖者将参加明年3到4月 在基隆举办的全国赛 我很高兴能在基隆市音乐比赛 获得大提琴和钢琴的冠军 然后也很谢谢老师的指导 希望我会更加努力 希望能在全国赛时拿到更好的成绩 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颁 颁奖给获奖的师生 给予在艺文领域表现亮眼的学子们 最高的肯定与鼓励 基隆市政府在县市长的一个倡导之下 我们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些语文跟音乐舞蹈 各项的一个才艺的一个培养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孩子不只科业很棒 我们希望他各方面的兴趣都能够得到发展 藉由参赛来验证我们平常练习辛苦耕耘的成果 这要非常感谢很多的家长以及老师的指导 我们在这边特别感谢这一些付出的朋友们 也恭喜所有得奖的同学们 谢谢大家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拿起剪刀一同剪彩 基隆市长谢国良 李内珍部长李又昌共同主持剪彩 向外界宣布基隆塔真实开幕 谢谢过去这个林前市长把这个基隆塔盖好 那我们来把它完工 然后把它做顺利的招商出去 我觉得远近人文空间 加空出未来会是基隆的另外一个新的亮点 如果基隆未来亮点很多 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城出新 有很多新的安排跟推出很多新的地点 为什么要用远见来作为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间 其实等一下各位就会看到 没有想象那么大 但我们如何能够变成真正变成亮点 就是要让世界海内外有名的人来到基隆 那来了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目的 他们不可能只是存观光 所以让他们来做新书的发表 然后也让这些名人来认识基隆 所以让世界看见基隆 让基隆也可以看到世界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经过很大胆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第二个是经过很缜密的专业的规划跟设计 最后下定决心来全力支持 那这个其实也有中央的一个经费 因为这个费用整个三二层串人计划 大概花了七亿多的一个经费 中央补助了非常多 所以当初蔡英文总统来基隆的时候 特别跟她报告这个案子 也希望中央能够全力支持 那在去年我卸任之前 很开心的带大家一起来开箱 那大家看到这个树梯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那经过一年的时间 现在终于能够正式的来启用 我想这个大家期待已久 前后任市长共同期许基隆塔 成为观光新地标 基隆塔举行的开幕 一早就吸引民众前来目睹风采 虽然天空不作美 但民众一坡接着一坡 搭乘电梯来到顶楼俯瞰基隆港 观景很漂亮 漂亮 要不要再来一次 好天气再来 对对好天气再来 观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基隆塔很赞 因为是我父母上礼拜有来过 说还不错 对然后我就想说 趁现在应该人比较少一点就先过来 所以人会比较少 新景点带来人潮就会带来流量 带来流量我们不如可以一定会抢先来报导 那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布鲁克 已经在事前逝应的时候 已经特别来体验 特别来再做一个记录 就是可以带动其他 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让更多的人 可以来到基隆这个地方来玩 基隆塔我觉得起来之后 对我们整个一二路啊 跟他这附近的商学都很有帮助 是因为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较惨 那那个这个塔一上来 最近的那个客流量啊 人潮都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隆塔 对于附近的这些观光啊 都很有帮助 基隆塔四楼空间 文化局打造人文空间 希望成为基隆重要的阅读人文中心 日后将邀请不同领域的知名作家 举办阅读讲座 并进一步的和在地的书店 和图书馆串联 是未来这些世界海内外的名人 在做新书发表的时候 希望他们也能选择基隆塔 在这个有高度的地方 让基隆也可以看到这些名人 但是主要是让这些世界上海内外的名人 可以看到基隆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而且在一个很有视野的地方 去做新书发表 所以我觉得远见这个品牌 跟所谓基隆塔 这个概念能够这样的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我想它也是一个台湾的新地标 就有点像伦敦演的概念 我想一个城市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地标 它就不足以代表一个这个城市建设 我想这个新建设带来的 不只是可以串联山海城的一个空间跟感觉以外 还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商权 那未来就是我们有很多书 我们希望都能够在这里发表 然后让基隆人跟全台湾一样都同步 尤其这里是基隆的头 我们要让基隆最早接收到人文的熏陶 这也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为基隆人做的事情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区呢 都是以科学还有AI这一块新书 因为我们天下文化最 整一次在台湾在财经书 在科学书 以及在立志还有社会文书 人文社会科学 算是领先的品牌 所以我们这里的布展很多 都是我们这两三年最新的新书 结合基隆的文化历史 让在地民众觉得基隆塔 富有教育娱乐功能 日前市营运期间 吸引了7万人次前来参观 基隆塔正式开幕 未来势必成为北台湾最新的观光亮点 记者黄少铭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击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